要是因为你 偷偷拉拉的 让这么好的媳妇 给跑了 我拿你试问 棉花糖呢 您是不是想吃棉花糖了 胡说八道 你这棉花糖哪能吃啊 你把棉花糖吃了 谁给我玩 糖来了 老雷总 棉花糖 棉花糖呢 爸 您手上不拿着呢吗 余政 老雷总说的棉花糖指的是杜小姐 余政 你不知道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 都是杜小姐伺候老雷总 她呀 经常给老雷总买糖 老雷总 就给起个外号 棉花糖 段叔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这件事情 你以后就不用再麻烦杜小苏了 行 你放心吧 余权 儿子 快来 你看看 你看看 棒棒糖 棉花糖 都是你的 喜欢吗 他都人 你看 左顾右胖干什么呢 我不干什么 我找人 是不是段叔 我找段叔干什么 我要找的人是 你看我的道子 好了 爸 反正我找不着他 就没法睡觉 爸 这些人都是谁呀 我怎么一个不认识 婉华 对 我要找的是婉华 您还记得她 婉华是我爱人 妈 我把她弄丢了 是我的错 我得把她找回来 爸 这都几点钟了 她都走了那么多年了 您找她干什么呀 你胡说 她刚才还在这儿呢 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走 爸 我去找她 你上哪儿去找她呀 老雷总 你这是怎么了 棉花糖 棉花糖 你还在这儿 慢点啊 来 拿着 你看看 还是棉花糖对我好吧 来 眼镜得摘了 一天再晚期会 好 爸 以后啊 我答应绝对不再期您了 好好休息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爸 您误会了 小苏 棉花糖她是我的朋友 人家还没结婚呢 没结婚 你们到现在还没澄清啊 那她怎么天天在我们家 这可不行啊 要是因为你 拖拖拉拉的 让这么好的媳妇 给跑了 我拿你试问 你怎么还不自货 我 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说开会吗 你就不像我啊 想当年 我可是天天吃住在公司啊 才能把雨天做到现在这么大 做老总的 那能像你这样休闲呢 是 是 她现在马上 她马上就走了 敢不听我的话 来 唐好 以后 她要欺负你 就告诉我 我收拾她 好嘞 好了 您该休息了啊 来 闭上眼睛 来 这一天 把你累得够呛吧 难为你了 这一天 没什么 脑中风的病人就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又糊涂 而且 也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这些都是正常的表现 所以你要特别有耐心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我爸 不过我爸 现在就是我的遗妻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情人了 再怎么样 我也得照顾她 这是你妈妈吗 你妈妈 你妈妈长得真漂亮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特别有气质 我只是听说 外公家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大户 他们是我妈妈为掌上明珠 当时我爸认识我妈的时候 她都还是个穷学生 她们俩的婚姻 受到了外公和外婆极力的反对 那你妈妈 一定特别爱你爸爸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可是随着我爸的事业越来越忙 他们两个就开始吵 越吵越凶 算了 不聊这些了 其实长辈们的感情 我们做小辈的 很难去评判 谁又能想到 邵怡是我爸的初恋呢 他是那么地反对我跟郑荣 可是说实话 我从来就没有真的怪过他 只能说 造话弄人吧 对于过去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将来的事情又难以把控 所以还不如乐观地面对当下 好好地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不好意思 我说多了 我说你 你的工作室刚开张 应该有很多事要忙吧 我爸这边 就不唠你操心了 雷宇峥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照顾老雷总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我明天 还是会过来看望老雷总的 我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